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宣告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庄严宏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回响在广场上 也久久回响在人们心中 要说这个国歌 你说你现在问老百姓 都知道天汉作词 拟耳作曲 但是我们听到的都是乐队的 是谁配的气 可能一般人都很不清楚 连我小时候我都不知道 直到我工作很长一段时间了 重新录制立体声版本的国歌的时候 老编辑和老工程师看见我 就说你父亲为国歌的配气太棒了 我听到这个我才一愣 国歌是我父亲配的 从来没跟我说过 这位白发老者的父亲名叫李焕之 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作曲家 音乐理论家 合唱指挥家和音乐活动家 他为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献出了毕生的经历 鲜少人知的是 他为国歌所创作的管弦乐总鼓和钢琴鼓 是周恩来同志签署的官方唯一标准 并发放到全国各地及全世界各地 其实抗战爆发之前 他就对义勇军进行曲非常热爱 非常喜欢 他说他是情不自禁地在这个钢琴上摸索 适合国歌的这个和声语言 同胞们 起来 起来去杀净我们的敌人 民主犯罪 义勇军进行曲 原是田汉和聂尔在1935年 为上海电通公司所拍摄的抗战电影《风云儿女》做的主题曲 新中国成立后 为了满足演奏的需要 原本只有一个声部的义勇军进行曲 经过李焕之先生的精心编配 成就了我们今天所听见的 宏伟 庞大 庄严的管弦乐作品 国分演奏的速度上 第一次都没有一个规范的标准的国歌演奏的速度 像有每分钟一百多拍的 七十多拍的都有 这里面差距很大 快还是慢 怎么定标准 我跟黄哲老师就有过很多的讨论 最后我们上了一个呢 每分钟九十六拍 完整的演奏啊 四十六秒 起码成了我们军演团演奏国歌的一个标准 当然也得以黄哲老师的交流讨论 还有就是那个国歌他用了碱七和弦 我们都感觉不到吧 嗯 看这个对吧 你看这个 用得好 这一切都是在歌唱 和声 配器 就极其的庄严宏伟 艺术精也很强 那是五十年代啊 所以先生的 他的创作的美学思想 他的技巧 他是走在前面的 引领时代的一个风格 这都是他给我们留下的珍贵的艺术遗产 这个是那个 我捐给 我们捐给国博的那些 附近的族谱手稿 做的一些复制件 哎呀 他做事就是认认真真 什么时候有问题 就是要修改 而且他修改的很多地方啊 你都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 比如说他哪儿要改了 他是用一样的这个 找一样的纸 把那个要改的写好了 切到这儿 你不仔细看 看不出来 这些总谱呢 不同年代 出版的很多单行本 这个是59年 出版的第一版 只是在作者前面 写了作词跟作曲 在这个念尔作曲下边 他自己写 李焕之和声佩记 那么几版 七十年代版啊 八十年代版啊 都是这样 后来一直到二零一几年 在念尔全集再版的时候 才在这儿 明确的 天汉词 念尔作曲李焕之佩记 这么长时间 就一直是默默无闻 因为00年 念尔 结果我父亲就走了 所以这个他一直没看到过 自己的署名 一直在他应该在的这个位置上 这是他的一个遗憾 爸爸你知道吗 现在正规的出版物 国歌的署名 已经把你并列在作词作曲 因为这个事情可以 不用那么纠结了 他在天之地应该得到一个 有一个危机吧 1995年是易勇军进行曲 创作六十周年 李焕之先生在纪念座谈会上 发表了一段讲话 字字铿锵 我能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歌 编配管权乐总谱 这是一个音乐工作者 应尽的职责 我也为此而感到无上荣光 我相信全国人民 在新的历史时期 国歌将永远与国旗 国徽一起成为我们 北大祖国的象征和标志 激励着我们万众一心 向着光辉的未来 前进 前进 前进进 1919年1月2日 李焕之出生于香港 祖籍福建近江 李焕之从小热爱音乐 青年时期辗转福建上海等地 参加音乐学习 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 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 将它推向了 比音乐海洋更加好看的未来 日本人就把他拿快拿到上海了 这时候奶奶 就不让他继续在上海去了 全家就回到了香港 就是我父亲的副生命 所以让他到上行的 那个帐方先生的柜台上 去做实习生 他说看着账本 看着算盘 但是满脑子都是道人力 918事变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 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年轻的李焕之以隔去微温器 加入了抗战青年社 在香港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 38年的4月 他看到那个报上 刊登了一个一条消息 共产党在延安成立了鲁信艺术文学院 音乐系的主任是吕济 他一下子就特别心动 哎呀 这是一个抗日的明灯 他就给吕济写信 那他们还没得到吕济的回信 就颇不及待的 他们抗战青年社的4个人 就第一批先从香港出发 经过了广州 郑州 西安 完了改成了汽车 再步行到了延安 看到了爆塌山 同时也听到了延安的革命歌声 李焕之成为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 音乐系第二期的正式学员 从此他坚定地实践着自己的人生目标 探索革命真理 现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事业 李焕之怎么也不会想到 在延安还遇到了两位 足以改变他一生的人物 这个是黄河大河上排练的时候 在这个陆域山坡上 黄河的几个险敬海穿着裤衩 穿着草鞋 在指挥大家排练 这个第二个 这是我母亲 我母亲去延安的时候 还特别巧跟险敬海是坐的一辆车 从西安到北延安 有一个老华桥 我母亲都不一路就说 她穿着一个咖啡色的大衣 吊着一个大烟斗 大家都对她非常尊敬 一路上比较严肃 到了延安坐在西北旅社呢 他们俩就在那个窑洞里边 就唱起了这个苏联的囚徒之歌 唱着唱着 这个老华桥 就滴了着小提琴 就冲进窑洞里边 就给他们俩伴奏 我母亲说这一路 这个老华桥弄得严肃 怎么现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等他们唱完了 老华桥就说 你们的音乐感非常好 你们应该去努力学习 这个时候我姥姥才告诉我母亲 说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音乐家 险兴海 险兴海同志的到来 揭开了鲁艺音乐系新的一页 全体师生感到无比兴奋和幸福 至此唱响82年的黄河大合唱 就此诞生 刘孝任教期间 李幻之深深为合唱的独特魅力所吸引 尤其恩师显兴海的黄河大合唱等作品 对他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和深刻的起敌 我父亲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就说 那个时候那么艰苦 根本谈不上一个正规的乐队 来为黄河打个唱颁奏 那就是当时现有的条件 那么三四把小提琴 什么二胡 笛子 三弦 吉他 口琴 有的乐器就全都上了 没有低音乐器 怎么办呢 他们就拿一个那种羊油桶 盖了一个低音壶 他说那个胡心一拉起来 很浓的这种金属味 那么在排练的过程中 突然领机一动 看见我父亲腰上挂的一个阳瓷缸子 就让我父亲把合唱队员的十几二十把勺子 收集起来 放到阳瓷缸子里边 说你看着我的首饰 在需要的时候你就摇 朗诵最后一句 如果你已忘记的话 那么你听吧 咸一海那个首饰下来 合唱队 哎哟 我来后天拿着那个阳瓷缸子就哗 哗 烘托一种千军万马 黄河这种惊涛骇浪的这么一种气氛 朋友 你到过黄河吗 你渡过黄河吗 你还记得和尚的船舟拼出性命和惊涛赫浪合斗的情景吗 如果你忘记的话 那么你听吧 在险星海离开延安赴苏联后 李焕之义不容辞地承担了黄河大合唱的排练和演出 在新晋火船的艺术道路上 李焕之与显星海结下了亦师亦友的深厚友谊 显星海走了以后 指挥黄河大合唱的任务就骆驼了 他的截然 演出了多少场 他说我已经记不清了 但是有一场演出就是非常清楚的 为美军观察组演出 他说在那次演出为什么记忆深刻 他说也是 我那个指挥班一下去的 那第一嗓子 一百多人打合唱打架 那种一种煎愤 把美国人吓得蹭地站起来 不知道怎么回事 白石来人一种法治内心的抗战的这种情绪 那种感觉 后来美军观察组他们给美国写报告 延安人类的这种煎愤念貌 使我们感到中国将来是共产党 延安是一座革命的熔炉 锻造出一批批年轻勇敢的战士 他又是一所大学 培养出多才多艺的文艺干将 当时有一批音乐家 活跃在延安音乐舞台上 他们住的是简陋的窑洞 吃的是粗茶淡饭 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却无比富足 充满了革命朝气 李群就是他们中间 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女作曲家 拿我父亲的话说 他说我是个苏呆子 不会谈恋爱 把那机车哄荡打笑 我妈妈也在那笑 那时候我父亲是 全鲁一最年轻的教师 拿我母亲的话说 你父亲有才 我喜欢 反正我就记得我母亲说 他们在盐河边 黄刺眉村中散步 聊天 谈恋爱 那个景象给他印象特别深 所以后来我们从城里 搬到南沙沟以后 我母亲特地在窗前 栽了一颗黄刺眉 每年黄刺眉春天盛开的时候 父亲母亲都要站在那照一张相 延安不仅是李幻之音乐创作的红色摇篮 同时也是他爱情与婚姻的吉祥地 半个多世纪以来 这一对革命情侣相濡以沫 白头偕老 一直传为音乐界的美谈 但是结婚的过程 我母亲回忆录是那么说的 42年6月 在一个周末的舞会上 那个时候就是 鲁一的习惯就是那样 每到周末的都举行舞会 大家跳舞 那么在这个舞会上 就有人宣布 今天有三对新人结婚 买了一大堆红枣 煮了一锅红枣汤 买了放在那儿 大家就是喝点红枣汤 吃个红枣 跳一个舞 你起婚 这就算是结婚了 李群所创作的儿童歌曲 传唱至今 给予一代又一代儿童 美好的童年回忆 儿童歌曲的分量 是在她的作品里边 是非常重的 那比如说你们都唱过 《小鸟在前面带路》 《快乐的节日》 唱了多少代人了 我腰左 那不是一号少年 这都是我母亲做的 比如说有一次 我这个半夜醒了 还看到他们俩 在那儿趴在台灯底下 在那儿商量 这个和声怎么写怎么写 这一对革命伴侣 生活上互相照顾 创作上优势互补 他们是夫妻 是战友 是志同道合的难得知己 这个是52年我母亲带着我在照相馆照顾 那时候我父亲在东欧训练 将近快一年时间没回来了 父母之间非常想念 他们就带着我照了一张 寄到欧洲去 完了后来我翻开一看 这是我父亲收到这张照片时候的一个记录 亲爱的群和康康 1952年3月22日 在罗马尼亚的首都布加德斯特收到 看到觉得父母的感情 还是非常非常深 海峡艺术名家下周继续播出风云交响 李焕之夏季 新奇点再触发